政府二十多年来致力于社区营造推动 从理想的推广、人才的培育以及文化的保存 结合各部会、各级政府、民间团体以及学术界投入社区营造工作 先进已逐步吸引各地公共事务的社会风气 日前县府文化处在市区中华会馆内 绝办了105年推动社区总体营造三期通式学习课程 来自县内13个乡镇社区单位的伙伴 热情来参与这场保商小旅行学习课程 现今7年已开始关注公共事务以及网络数位化补及趋势 已逐步完成开放个人议题社群参与机制之眼影 未来将借重新一代青年的热忱创意以及专长 来为旧社区艺文扎根以及创新 文件会到现在的文化部推动社区总体营造已经21年了 今年我们很高兴台东县有13个社区来参加 在我们的社区总体营造的工作 今天我们特别选在非常有历史 非常有纪念价值的中华会馆 办一个讲习会 邀请这13个单位的朋友 我们来分享我们台东宝商这个小旅行 我们过去这个台东的母亲 宝商社区整个我们做社照的经验的分享 那另外呢我们也在这两年我们在推品格教育 也请各社区大家来分享什么是品格教育 因为很多人都质疑或想知道 为什么会在社照里面推品格教育 因为我们现在在社会的变迁 在学校教育家庭教育跟社会教育方面 已经大家慢慢慢慢的疏远跟荒废了品格教育的重要 可是我们认为这个品格教育是从人的内心散发出来 无形的气质跟价值 我们再来这边用一些很具体的案例来分享给大家知道说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在与人待人接物处事当中品格教育的重要 今天我们特别办了这个活动 用一些很具体的生动的案例来跟所有的伙伴来分享 那也欢迎明年开始 更多的社区来参与我们社区总体营造的工作 谢谢大家 社区总体营造对台湾而言 不仅是一项文化政策 更是提供公民参与社会最重要的基础建设 二十多年来 民众借由社区营造来参加社会公共议题 从认识自己并了解在地 进而学习如何解决地方问题以及落实文化平权 促使台湾社会整体向上提升 进而创造全新的生活价值 如果一下子进来说 万一把很多重要的东西都毁不见了怎么办 他就对不起这个阿嬷 对不起这个阿嬷 是他觉得他对阿嬷的承诺 因为他不能骗阿嬷 把他骗到手之后 然后又做成他自己想要 他就是承诺 这是人跟人之间最基本的品格 东台新闻温格台东市采访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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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